庆帝医生遭遇过无数刺杀,但真正对他构成过威胁的,却只有以下九人,对他伤害最大的并非五。 第一位,四顾剑。 四顾剑在得知叶青梅死后,曾经三次单人单剑杀入庆国皇宫,准备教训一下庆帝为老友出出气。 却都被皇宫里那位神秘大宗师释放出的强大真气逼退了。 为了不引起天下震动,他最终放弃了刺杀庆帝。 也就是这个时候,时间传出了庆国皇宫中有一位大宗师坐镇的消息。 四顾剑第二次对庆帝动手,就是在大东山上了,只可惜他中了庆帝的计谋,落得重伤惨败退走的下场。 第二位,苦河。 苦河作为北齐国的守护者,从不轻易离开齐国,但在得知庆帝要前往大东山的时候, 他思索再三还是按捺不住赶了过去,准备联合四顾剑和叶流云消灭庆帝。 却不料被庆帝设下的障眼法所迷惑,还中了反剑计,落得重伤败走的结局。 第三位,陈平平。 陈平平是大东山沙庆帝局的幕后推动者,却被庆帝利用转成了沙宗师局。 听到庆帝为此的消息,陈平平又推动了京都叛乱,将庆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 而后他仍不甘心,依旧想为叶青梅讨一个公道,所以他再次选择了回到皇宫,用激将法迫使庆帝承认了杀害叶青梅的事实, 然后愤然发动了自己轮椅里的两杆线弹枪打向了庆帝。 这两枪虽破了庆帝周身的防御,也只是将其重伤,而震怒之下的庆帝则为陈平平罗列了13条罪状,让他死在了千刀万寡灵池之行下。 第四到七位,九品上四人天团。 陈平平死后,范贤与庆帝彻底决裂,他组织了两次针对庆帝的刺杀。 第一次,他联合影子,海棠朵朵和王石三郎组成了当时最强的九品上天团合力围攻庆帝, 但因为实力差距过大,几人被庆帝打得狼狈逃窜。 好在范若若手持狙击枪从天而降,他们才得以逃出升天。 第八位,武竹。 大决战时,武竹虽然已被神庙格式化没了记忆, 却依旧凭借着对庆帝的厌恶感杀到了皇宫, 一人屠面上万禁军,也被众武砸断了一条筒。 当他走到庆帝面前后,两人开始了一拳换一千的护鸥。 武竹倒地前,折断了庆帝的左臂,打烂了他范张脸, 哄了他数个血窟窿,让庆帝进入了残血状态。 第九位,范若若。 范若若曾两次手持狙击枪刺杀庆帝, 第一次使,子弹被弓门,手持钢盾的护卫和庆帝随身带着的护心镜减弱了, 只将庆帝重伤,却给了九品上天团逃命的机会。 第二次刺杀时,庆帝已将武竹和范贤打残, 他自己也进入了半血和残血状态。 范若若因为心软没有将庆帝抱头, 直接轰碎了他的一条臂膀,将他推到了濒死状态。 可以说,这一枪才是对庆帝最致命的伤害, 此时的庆帝已经要是无一回天法术了。 而武竹最后发出的雷射光线, 也只是送了庆帝一场华丽的葬礼而已。